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7月25号北剑桃园新闻 101年度金市奖入围名单揭晓 北剑有线电视再传捷报 入围最佳社区服务奖项 而今年的主题为在地金市光耀云端 奖励业者用心 制播许多优质的地方型节目 在魔术师李嘉峰的惊奇表演下 101年度金市奖入围名单24日揭晓 北剑有线电视再传捷报 以关怀社区为出发点获得评深肯定 入了最佳社区服务奖 今年金市奖的主题为在地金市光耀云端 以奖励业者的用心 制播出许多优质节目 帮助民众了解在地事物 大家都知道金市奖是为了要鼓励 我们有线电视业者制作优良的地方型节目 到时我们媒体的禁用前 同时也要鼓励我们有线电视业者 重新经营的技术 提升我们服务的品质 评审委员会代表委员林维国表示 今年参赛作品水准相当优秀 并肯定业者的努力 今年颁奖典礼也首度遗示到台南市 新营文化中心音乐厅 主持人由主播夫妻党陈永康 张培山担任 那么很多的提升委员都一致的认为 今年的这些参赛作品的水准 真的是越来越好 越来越勇雄 这是肺腑之言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当然业者的努力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也觉得 产业局从新闻局以来 一直都对这个 有线电视最重要的这个金市奖 长期的这样一个支持跟投入 绝对是关键的一个效果 它会产生对整个 我们有线电视业者 对我们自制节目的这一个品质 能够不断的提升 产生了这个引导的效果 北建有线电视公司董事长 陈焕彭表示 北建透过举办活动 深入社区与民众互动 连续四年更规划社区侦担计划 补助上百个公益团体举办活动 未来更将持续这股热忱 发挥最在地的媒体精神 今年颁奖典礼将于8月24日下午2点 在台南市新营文化中心音乐厅举行 得奖结果也将于当天公布 北建桃源新闻谢雅琳 桃源报道 里长是与民众最贴近的基层公务人员 街头巷尾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 而随着政府提倡节能减碳 继新北市之后 杨梅施工所也帮里长们 购置了轻型的电动机车 除了能够降低空屋外 也希望透过里长推广 让更多人改以电动车来代步 骑上电动机车 平日奔波里里事务的里长们 现在又多了一项利器 为了响应政府节能减碳的政策 杨梅施工所在最近询问里长意见 运用了零里基层事务费替里长添购的电动机车 让经常爬爬灶的里长在穿梭街道的同时 也能够把这一项环保观念推广出去 主要的用意是响应我们政府的环保 希望我们这个电动机车能够带动整个城国 建立了一些节能减碳 政府正在推动这个节能减碳 所以我们这一次帮忙我们所有的里长 统一采购了这个33部的电动摩托车 希望我们能够这个举动 带动我们全国大家一起来做节能减碳 为我们下一代子孙 做一些环保节能清晰的一些工作 但受限于地形 也并非全部的里长都能够接受 以电动车来代步 杨梅市里长联营会会长廖文欣就说 有近九成的里长都很乐意配合 但是也有部分的里长反应 坡度比较高的地方可能就不适合 建议公所能够购置性能比较好的电动机车 来满足不同需求的里长 没有因为有些地形上因素 其中有几个里无法使用 比如说有山上的 它本身住家里面都是靠楼梯上下的 可能就没有办法去买摩托车 那比较特殊的 像一新或是一城里的等等的 它地形上因素 它很想采购 但是因为地形上所限制 没办法去采购 其他的大部分到九成都已经购买了 之前桃园县公布 从104年起将禁止部分的路段 骑乘二行程摩托车 加上电动机车被越来越多人所接受 因此渴望加速桃园县民众 换购电动车的意愿 顺利往低碳城市的目标来迈进 地上王凯琳 杨美超报道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3号北建桃园新闻 县府今年8月开始全面推动幼托整合 并为桃园市幼儿园举行揭牌 而幼托整合政策将普遍照顾 4到6岁学龄前的小朋友 而县府也开放幼儿园给3岁以下的小片就读 为桃园市幼儿园揭牌正式进入101学年幼托整合政策 向上表示幼稚园以教育为主 托儿所则以照顾为重 节两号标准也有所不同 时常造成全责单位的困扰 且这年纪的小朋友需要教育与照顾并行 因此将幼托整合为幼儿园 普遍照顾4到6岁的小朋友 这个年纪的小朋友需要的是照顾跟教育一起 所以我们才会有幼托整合 最后叫做幼儿园 那这个整合以后 所有的幼稚园托儿所都要改成幼儿园 普遍的来照顾 我们的4岁到6岁的小朋友 也给他们进行学前的一个教育 县府自100年开始推动公幼五年计划 县长表示不会因为幼托整合而有所改变 也就是到104年要完成58所公立幼儿园的设立 普遍照顾到弱势家庭 且弱势家庭在政府补助下最多可请领到6万元 县长也承诺 其余不足的部分社会局要负起照顾责任 不只让小朋友快乐成长 幼儿园的改制更要赶在年底前全面完成 我们之前有五年58所公幼 那现在就是公立的幼儿园 那这个部分一直要执行到104年 我们希望这个还是能够普遍的 来照顾我们弱势的家庭 我们也同时宣布在今年开始 我们公立的幼儿园开始开放3岁的小朋友 可以来进入来学习 面对幼托整合政策 县府已将业务整合到教育局 但县长也强调 各局处并非置身事外 而是要通盘协调 让未来主人翁有健康安全的成长环境 且县长也宣布从今年开始 公立幼儿园也会开放给3岁小朋友就读 减轻双薪家庭父母的负担 记者今天台湾报道 中立市龙瓶礼模范父亲王建夫 今年90岁高龄 身体硬朗 养生有道 重要的是他教子有方 三个女儿都具有高学历 受到邻里的好评 而王建夫今年获得中立市提名 参加献节的表扬 今天要带您到中立市的龙瓶礼 认识这位优秀的模范父亲 中立市龙瓶礼模范父亲王建夫 今年90岁了 籍贯是大陆浙江人 说的是一口外审腔调 但是您相信吗 他会唱客家歌 王建夫的妻子是客籍的陈秋妹 小他二十几岁 夫妻年龄差距大 却恩爱无比 到现在还会抱抱亲亲 而他们育有三个女儿 分别毕业于台湾 政治与文化大学 女儿嫁的老公 也都在高科技 或者是建筑业工作 全家14人和乐融融 一张张的大合照 看得出全家经常一起出门游玩 画面和谐又温馨 王建夫90高龄 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很多 这跟他每天练气功有关 像是甩手 腰椎运动 还有用手指按摩头部等等 这些动作只要做得扎实 身体自然健康 还有更重要的是 现代人喜欢翘二郎腿 这个对腰椎很不好 王伯伯要大家改掉这个坏习惯 为什么这个腰会痛呢 就是翘二郎腿 所以我现在做位置 这规规矩就有四条腿 这个两条腿落地 就是说 不挑腿了 王建夫全家都很乐观开朗 妻子陈秋妹还担任 龙瓶礼的环保志工 两夫妻与邻居相处融洽 街头巷尾都称赞 尤其是王建夫 从士官长退休后 开文具店 邻居们都喜欢 这位和善的老伯伯 王建夫获得中立市公所提名 参加桃园县模范父亲表扬 透过公开的仪式 来彰显他的人生经历 与大家一起分享 他教子友方的心得 以及与夫妻的相处之道 记者综合报道 巴德市大河里有一处的废墟 经由里长下发胜发动 环保志工和清洁队重整之后 摇身一变成为 大河里社区关怀据点 因为这里墙面上 有许多的涂鸦 另外成为拍照圣地 墙上画满创仪涂鸦 空地上还有座小小有机农场 这里原本是巴德市大河里的 一处废墟 有名熟悉的场所 经过大河里里长下发胜 和舰上的鞋商后 将此闲置土地再利用 发动居民和清洁队来整理 如今摇身一变 成为大河里社区关怀据点 若大的空间 方便环保志工 整理资源回收外 因为墙上众多的涂鸦 也意外成为拍照圣地 必须我们初期 把它环境垃圾清掉以后 环境整理干净以后 我们一直想说 要怎么来美化 刚才有一批学生 就来涂鸦 我们觉得这样不错 就很好 所以我们就欢迎他们来涂 你看这个周边到处涂得 蛮漂亮的 这不错 有了他们不同的团体来涂 不然我一直想说 我们也找到一个头 跟他们长期的合作 把我们这个周边外面涂铁 甚至也弄得更漂亮一点 户外的空地 种了满满的地瓜叶和茄子 里长戏称为开心农场 使居民采取有机农法照料而成 而室内宽敞的空间 摆放着一袋袋整齐的资源回收物 看不见任何杂草和垃圾 环保志工黄小姐表示 此地经过重整之后美化很多 且因为空间宽广 也方便前来整理资源回收的志工 以前在办公室一点点的地方这样子 很小 很小 后来发现这里没有用 我们旅长就拿来开发来用 因为以前都 这里都不能进来 都是那些游民 那些都很怕 后来有开发的时候 弄干净了什么东西 人家就全部都进来了 另一头建筑物的墙壁上 画满了许多创意涂鸦和壁画 因此吸引很多民众前来拍照取景 里长对于拥有涂鸦技能的民众表示欢迎 希望大家共同来美化这大河里的一语 记者吴振燕 谢雅林 巴德报导